欢迎来到庶民大头家 昨天在野立委决议要通过动涨电价 蓝白的提案 立法院表决是59比50通过 所以韩国瑜院长的提案通过了 立即停止调涨电价 并且责任行政院来检讨能源政策 结果经济部怎么说呢 经济部说尊重国会的决议 但是四月电价仍然照常调涨 王美华部长说俄乌战争 让国际的原料高涨 台电成本翻倍造成了亏损 但是台湾涨电价是有呼应照顾庶民的 这可是全世界警戒打 大家应该要已经很感恩才对 是这个意思吗 好 赖斯堡委员说 经过韩院长才是要政府来检讨能源政策 结果行政院竟然还是要维持涨价的政策 就凸显了政府的阿霸心态 立法院是全国最高的民意机关 经过法定通过的主决议 赖斯堡认为这是错失性法律 而行政院是不理会 而且我行我处 视民意如无误 其实立法院的法治局有指出 国会通过的决议案 如果逾越或是抵触职权的范围的话 就是属于建议的性质 这是代表展现民意 形成一种政治的压力 可是过去蔡英文公开告诉大家说 未来十年内 电价不会大幅的上涨 这句话是2016年讲的 现在都还没有2026年 才2024年而已 已经涨很多了 平均不是已经涨了11%吗 那么柯文哲也跳出来说 其实平均尤其是对用电大户来说 是已经涨了35%了 这样的幅度不叫做大幅上涨吗 是否应该要为证件跳票来道歉呢 台南的光电弊案 现在也被认为不法的获利高达91亿元 所以柯文哲就说了 台电用三块钱来卖电 却用9.21元去买光电 亏损再来涨电价 是不是等于是用伸斗小民的血汗钱 来滋养光电厂商呢 这是否符合公平正义 另外非核让台湾依赖火力发电 确然深受国际价格的影响 导致台电的巨额亏损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告诉大家 你是否还坚持非核家园呢 其实柯文哲说他不反对涨电价 可是他希望政府要先解释 人民心中的疑问 问这么多问题 你通通都不给我好好的回答 如果你的解释有道理的话 相信大家会同意电价调涨 问题是有解释吗 好 民党到底是不是应该要 为证件跳票来向全民道歉呢 难道都不用说清楚 包括是不是要继续坚持 非核继续亏损 都不用讲就可以先涨电价吗 立文怎么看 其实问题出在蔡英文 不应该在2016年的时候 开这个空头支票 说电价十年之内不会上涨 如果今天台湾的电价 是如同今天王美花 拿出来腾赛的理由 是说因为国际的形势 天然气大涨 那你可以去跟俄罗斯买 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跟俄罗斯买天然气呢 要陪着美国 做这种陪了夫人又折兵的傻事 人家印度不是也是印太联盟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吗 那人家印度为什么就这么聪明 都知道要继续的跟俄罗斯买天然气 然后不卷入这个俄乌战争里面呢 然后呢 那个印太联盟 结果呢 台湾讲了半天 人家还因为怕得罪老共 不让台湾参加呢 好 再话说回来 所以今天如果你所主导的能源政策 是会高度的因为国际政治的环境 地缘政治的环境而波动的话 那你凭什么说十年内不会涨电价 你这句话就是睁眼说瞎话 除非你当时有一个非常超稳定的电价结构 所以你敢跟选民说 敢跟你的人民说 我们十年内不会涨价 为什么 因为台湾挖到天然气啦 因为台湾挖到石油啦 或者说因为台湾一个什么样 特别的技术的进步 我们的能源可以高度的自主啦 你都不是嘛 所以基本上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只是大家质疑他的反核核能政策之后 他就信口开核 那这个东西已经是变成民进党的习惯了 他面对所有的事情都是信口开核 所以一再跳票 一再的前后矛盾 但没有关系 因为我只要有40%的选民永远原谅我 永远觉得我说谎 我硬拗都是对的 因为只要反中反国民党 哪怕你是贪污说谎 欺骗选民都没有关系 这不就是我们的选民 跟台湾的选民结构所灌出来的嘛 那所以今天这个立法院的决议 虽然当时是想要挡掉三月底的涨价 那后来被意识上面 民进党采取了 就是要有一个月的冷却期朝野协商 所以一直拖到上个礼拜五 礼拜五还是礼拜二 星期五才表决嘛 然后所以虽然过了 可是电价已经涨了 当时的电价已经涨了 所以说呢 他其实那个时刻 他要延一个月的时候 他已经过关了啦 他已经涨了 所以虽然国民党通过的决议是说 要立刻动涨 那他说他没有啊 我现在没有涨啊 因为我一个月前我已经涨完了 我接下来我现在没有要涨电价 他就跟你玩这个嘛 所以韩国瑜讲的是对的 韩国瑜院长讲的是对的 所以他要强调这个决议里面 不只要你立刻动涨而已 那你已经涨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搜集既往来不及了 那这个决议里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去检讨你错误的能源政策 所以才会导致台湾的能源价格的波动 还有导致台电濒临破 其实台电就是要破产了啦 但因为它是百分之百的国营事业嘛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一定要把它救回来啦 导致台电的整个的财务的崩解 那这些都是因为你错误的能源政策嘛 那你为什么不去思考重启核能呢 就又干净又便宜又安全啊 好用的东西不用啊 童子嫌都已经跟你搭了一个这么好的楼梯了 那你有没有下楼梯呢 你有没有要下这个台阶呢 那现在反正王美花也是一个死猪不怕开水档啊 那不就跟这个NCC一样啊 我在当官的时候 我都可以每天跳针跳针的 更何况我还有我快要 我快要卸任了 我要去当年薪千万的读懂了 对不对 我还在跟你们在这边搅和什么 每天我像王美花心中都在暗爽了吧 对吧 我要去当千万的读懂了 你还在问我什么涨不涨价 你好不好笑啊 这只有你们在关心而已啊 王美花哪有在关心什么企业跟老百姓的死活 所以了 现在到520 我觉得可能接下来比较重要的 还是在新的能源的这个政策里面 因为重点还是在这个基本结构的错误嘛 我是不知道啦 在这个绿色资本家 还有美国 因为美商也一直在讲说 不能够理解台湾的这种不合理的能源政策 不用核电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但是呢我也讲过很多次了 就算天上下红雨啦 赖清德说要启用核电啦 那最快也要两年以后啊 也没有那么快啊 所以啊 这个陈建仁不是讲吗 2030年不用怕不会缺电啦 那2030年马上一转眼就到了 2030年之后呢 你现在意思 我觉得陈建仁讲这话很严重耶 你知道吗 陈建仁讲这个话 当他讲说2030年之前不会缺电的时候 他不是叫大家安心啊 我如果是产业界的话 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2030年就自以好自为之 该走的就该走 该签的就在签 因为台湾不会有电了 到2030年 不是这样吗 我如果听在制造业的耳朵里面 不是这样吗 还好我们制造业太聪明了 不会等到陈建仁这个时候告诉你 2030年会没电 他早就知道 早就布局好了 但是每年还是要跳针啊 每年我们的工种 不是都还是要跳针去见总统的时候 说总统啊 这个不能够没有核电啊 我们这个很缺电啊 缺电啊 然后总统也继续跳针 说不会啊 不会缺电啊 然后台积电只好就说 那因为政府一直告诉我们 不会缺电啊 那我们也只好相信啊 那意思就是 他自己只好好自为之 不就是这样吗 好 不过电价调涨 民众会这么反感的原因 其实除了因为啊 真的是我们的能源政策 实在是很需要检讨之外呢 也是因为一方面 大家都看到绿油有 正在大发绿电财啊 结果我们是苦哈哈 荷包大失血 好 台南的光电弊案 不法的利益 可是高达91亿啊 后头还有超过60个案子 柯文哲就质疑说 台电是用三块钱来卖电 结果呢 要用九块钱去买光电 然后呢 巨额亏损之后呢 再来找老百姓 涨电价来讨钱 那你不是等于拿 声斗小民的血汗钱 来滋养光电厂商吗 这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呢 那涨电价之前是不是应该 先把被案蟑螂都抓出来 再来跟老百姓商量 要涨个涨电价 大家不是心里面 比较心甘情愿一点吗 孟凯怎么看 这就是相对剥夺感 这就是民进党执政之下 主政之下 截贫继父 好像是绿油油就可以发大财 绿油油就可以吃香喝辣 但是我们的一般平民老百姓 就是无能为力 就是要被你怎么讲 人家大家就只能力来顺受 真的是这样 我刚刚有点讲错 是昨天 我们的院会来做一个表决 并且呢 韩国瑜是财士 韩院长财士是通过国民党团的提案 立即停止调涨电价 并且要求行政院 后面这才是重点 除了我们要求调涨 动涨电价以外 最重要的是后面 我们希望是即刻检讨能源的政策 并且提出对策跟配套措施 以及兼顾民众的生计 还有稳定的供电 还有台电公司正常营运 这才是重点啊 我们希望台电公司不要倒 我们希望台电公司 能够找到合理的能源配比 我们希望台电公司 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让所有国人 所有产业 大家都不要担心 供电会有失衡的状况的一个方式啊 合错之有 抱歉 立法院59比50 多数民意 超过半数的立法委员 代表人民的心声 代表台湾主流的民意 通过的一个法案 通过的一个提案 这个是才是 并不是请示 这个是决议 并不是建议 这个是要求 并不是请求 所以我们不知道说 现在行政院 行政部门 经济部 到底在肖瞻 傲慢什么 能够连立法院的提案 都完全不尊重 都完全不理会 这根本就是 已经是绝对傲慢 过去有讲啊 绝对的权力 使人绝对的腐化 现在民进党 是绝对的傲慢 所以 是不是要官逼民反 难道真的 大家要上街头抗议 上街头革命 你们才会听得到 人民的声音吗 所以这个部分 真的是我们 昨天通过了法案 通过了提案之后 韩国院长 也已经做了才是 没想到行政部门 可以这样子 置之不理 真的是荒谬 真的是违宪乱纪 再者 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要的是 检讨能源政策 错误的能源政策 比贪污更恐怖 而且错误的能源政策 让国人没有办法 有稳定的供电 错误的能源政策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 换100个总经营 都没有用 过去台电 我们讲 地线的基层人员 我是选区出身的 所以我比任何人都了解 地线的台电工作人员 有多辛苦 我们都感同身受 三晶半夜 他们所谓的小动物 咬断了电线 当人民没有停电 没有电的时候 台电的地线工作人员 三晶半夜 他们也要爬去 他们也要走去 他们也要去上 去下去 来去修那些电线 那为什么要让台电 地线的工作人员 那么的辛苦 不就是因为 我们的电网如此的脆弱 让大家供电 左之右处 所以说没有办法 捉襟见肘的情况 只能辛苦 地线的公务人员 最后 我再要再强调 绿油油 这一块 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会有 这种弊案 讲说 不法得利 有高达九十几亿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而如果说还没有办法 查清楚的时候 你就涨了电价 你以为四月一号 投过身就过 立法院还没有决议之前 我就马上先涨电价 让你来不及 提案法令 不溯及既往 所以说你管不到我这一块 聪明反被聪明误 所以立法院 其实昨天提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提案 我们还是强调 如果行政部门 可以顺势地 来尊重民意 并且来去做一个动作 然后来去检讨能源政策 这也算是给民进党政府 这也算是给赖金德台阶下 可是如果说 你都不愿意用的话 神仙难救无命人 你要跟民意作对 那就好之为之 因为民意的反扑 会让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意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